大家好我是婕芸 我是技術背景出身 我是足交大電子手畢業 Dialynx希望可以協助網購的消費者 可以快速的探索適合他的傳遺風格 便找到合適的尺寸 我是在碩二那一年參加YF計畫的 所以他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新創相關的活動 或者是學習 那所以他其實就是卡在我自己給自己的期限的最後 最大的契機其實就是在YF裡面受到的思維的犀利 或者是一些學習上 然後就覺得好像人生只有一次嘛 那在年輕的時候不試試看的話 其實你到年紀越大的時候你的包袱會越多 YF裡面其實會有很多夜師回來分享 那不管是講課或者是在計畫當中會釋出一些 就是夜師名額讓團隊來諮詢 那這邊其實都會吸收到一些夜師的觀點 因為夜師看的世界跟我們 跟我當時就是二十出頭 所以看的世界其實是很不一樣 就是他可能看到更全面更全局的世界觀 身邊其實不太常遇到技術創業的學長姐或者是夜師們 那所以我在YF計畫裡面有遇到一個也是技術創業的前輩 就是CuraCare的凱傑學長 凱傑學長提供給我的幫助就是他提早走了這一段很長的路 那他這邊的經驗濃脆出來就提供了我不少建議 因為在YF計畫的時候其實就蠻熟悉這邊的整體人格特質 就是裡面的夥伴的人格特質 覺得這邊是一個讓人比較放心 然後也能夠爭取到一些機會的地方 Garage Plus當然也提供了很多的協助 比如說他可以邀請到一些在我相關領域的 走個很前面的夜市來讓我諮詢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法律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請教Garage Plus 那還有一些參載的機會 像是年初或年中的時候 我們有因為Garage Plus的原因 然後我可以榮幸的參加Computex 有一個曝光的機會 其實Garage Plus可以提供非常多的服務 那就等大家來談 特質我覺得可能是 對自己有一定的自信心 不然你可能會需要別人一直告訴你說 你很棒 但是這很容易會失敗 那另外一個特質可能是 我覺得可能要有一點冒險的屬性 不然就是大家其實會傾向去大公司工作 事前準備你想清楚 然後你覺得你不試試看 你會很痛苦的話 那你想清楚之後你就可以出發 對你如果想得太清楚 反而你就不會出發 我覺得YF不只是一個計畫 就是他背後有很多隱性的價值存在 這些其實都是計畫過後 還會持續跟著你走的事情 那背後也還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協助可以幫助你 像是興建計畫 如果你對新創非常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YF是一個你很值得參加的活動